《孔垂長》 大家好 我是孔垂長 在春秋時期政局紛亂 各國施行霸道 面對這樣的局勢 孔子坐下的學生是否為官從政 孔子都隨順弟子們的心意 讓弟子們自行抉擇 其中很特別的例子 是七雕開 七雕開自子開 他在孔門坐下努力地鑽眼做學問 並且學有所成 孔子看到他有做官的能力 便問他是否要從政 結果七雕開竟然說自己還沒有信心 難道孔子會看錯人嗎 想不到孔子聽了很高興 高興的是七雕開有向道的心 意思是七雕開不願意做官 而願意傳承夫子的聖教 日後七雕開果然也成為了開派者 七雕開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呢 我們請唐老師來講解 《凡心閃耀孔門坐下的賢者》 我們這一集所舉的精英 是孔門七十二賢中的七雕開 我們承接著孔先生對七雕開這樣的賢者 大略的介紹 點出這個人一聲精彩出的所在 我們這一集就有限的實時 來對這個人做分析 他這個人是如何對自己期許的 就現在的觀點呢 他有什麼特別處 他的人格特質 他的思維模式 這樣的人了解他 對我們這個時代 走入這個時代 能發揮大用嗎 好 我們來看看七雕開 七雕開啊 姓七雕明起 自子開 他是魯國人 孔子嘉瑜說他是蔡國人 那他小孔子十一歲 前穆先生先秦諸子 信念則說 他小孔子四十一歲 他有說不通之處 因為根據劉寶南的論語正義 孔子才擔任魯國的大使寇 有一次派七雕開去做官 他回應他的老師 他怎麼回應呢 我去做官啊 怕是不能升任 孔子聽了以後 反而很高興 孔子在講這樣的話 大概是五十三歲的時候 擔任魯國的大使寇 是一個有政治實權的人物 當然他會推薦 有德學有才能的弟子 來做官 來幫助吳自己 也幫助魯國的政治 恢復親民 如果七雕開 比孔子小四十一歲 那這時候的七雕開年齡呢 也只不過十二十三歲 孔子絕無可能推薦 童子去做官 孔子派七雕開去做官啊 這一件事情 是出自論語公也長篇 應該是指使七雕起四 因為論語裡面 老師對學生 應該是直接叫名字的 那為什麼七雕起 後面改成七雕開呢 嘿嘿 那是因為漢朝人 要避諱漢景帝 這個名諱 漢景帝是流起 所以七雕起 就改成七雕開 其實還是回到原先的文句就好 否則一本書 大家改來改去 就失去了這一本原來的樣貌 那就失去了讀這一本書的價值 所以學公不贊成改經 再者說到 孔子推薦學生不是沒有理由 也不是孔子一時興趣 相信孔子是觀察一陣子 對這個弟子有把握從政 孔子才去推薦 孔子一生也不輕易推薦學生是做官 那當然在他大師寇期間 得到國君的賞識 三家大夫的信任 所以需要人才的輔助 推薦學生去做官 是在情禮之中 這時他推薦學生七雕開去做官 可見他的得學 那身為學生被老師推薦 應該是與有榮焉 大家一起成為人才團隊 努力的報效國家 高興都來不及 怎麼會拒絕呢 就像明子謙做費衣大夫 染球子路去做季孫大夫的加成 染伯牛去做中都仔 那一幫君子在吵有什麼不好呢 可是七雕開竟然拒絕老師的推薦 而這樣的拒絕好像在潑老師的冷水 為什麼老師還喜悅呢 那鄭康誠的註解是說 老師非常欣賞七雕開 是因為七雕開 有心要深入道的學習 黃坎的註解也說 它是一種 不集聚於明文立揚的心智 就像炎灰一樣 那是一種篤定 是一種堅忍 是一種向上的心智 難怪孔子聽到這樣的拒絕 反而表現的是喜悅 那孔子嘉宇的弟子解說 七雕開學習上書 還不想做官 孔子說可以做官了 這是在那個場景下的 七雕開說 五師之未能性 其實這個五可能是錯簡 應該是起師之未能性 七雕開自己稱自己的名 說我還沒有自信 並不是說他做官 他沒有能力做官 而是說他想要 藉著這樣的推辭 好好地深入學習經典 那這種學習經典的快樂 是一種人生最大的快樂 尤其幫助孔子來培養人才 那更是他崇高的使命 雖然孔門的弟子 也會以半政治 來發展理想跟抱負 但眼前的七雕開 是一種學入不足 就是還不滿足 怎麼樣學都不滿足 就像煙火一樣 怎麼學都不滿足一樣的 那是一種學到 紅到傳到的氣象 難怪陶淵明 聖賢群府路說 七雕開是傳理為道 為公儉莊盡之主 傳理為道的意思就是說 他能夠把孔門的禮傳下來 那他是在禮上面 是一個學有所成 公儉莊盡的讀書人 那上面說他的學道 跟他治於道是很深的 那治於他的紅道跟傳道 他的成效是怎麼樣呢? 韓非子的顯學篇說 孔子死了以後 有紫章士、紫師、炎士、夢士、七雕士、仲良士、孫士、月正士之儒 那其中七雕士之儒 大多認為就是七雕開 孔子過世了以後 他能夠傳承孔子自立宗派 可見是學有所成 七雕士這一支 可能是以學習上書為主的一個分支 在漢書一文字 有七雕指十三篇 班戶說是孔子的弟子七雕起 那書上說七雕開的門徒 是一種上勇韌氣 就是很有行道的勇氣 這是學道產生的這種勇氣 是不會畏懼這種詮釋 諸侯的這種詮釋的道德 諸侯屈服不了他們 絕路動搖不了他們 當政者得禮遇他們才行 所以孔子說 可見七雕開學派這種氣象 而孔子的非儒篇也說 七雕開是一種形體商產 可能是有這種殘疾 不管他是殘疾者 或者是瞎眼的 或是缺腿的 或者是耳濃的 但是不管他是什麼樣的殘疾 不妨害他成為才德兼備的君子 那上來已經將七雕開說一個大概 雖然他有行禪 就是身體上的殘肺 但是他堅持永漢的這種個性 他的志向他的賢能 以及他在傳承盛道的成就 還有孔子對他的肯定 我們已經說了一個大概 這種堅持的個性 學習的志向 乃至於傳承事工的成就 得到了君子的肯定 算是他人生很大的收穫 放大我們這個時代 也是人生真正的出路 好 下一集我們將說 澹台面臨的故事 他也是一個很奇特的人物 聽說他的相貌是非常醜的 給孔子的第一印象不好 甚至認為他福寶 不足以承擔這些聖教 但反而不妨礙他後面學優所成 成為民眾一方的人物 也讓孔子反省說 不可以以貌取人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我們下集分享 謝謝大家